各位说比较 为了降低物料搬运及吊挂作业所产生的灾害 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 宜兰县政府特别在台化荣德厂举办安全圈岛机关模会 县奖林芝庙也请来关心劳工朋友的安全 并且颁奖肯定台化荣德厂推行职业安全卫生工作成效优异 获得劳动部推行职业安全卫生优良单位殊荣 首先非常感谢劳工是国家的资产 也是家庭幸福的资助 所以劳工的健康安全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今天特别来一方面鼓励 一方面对劳工的安全 对于我们的装卸或者是我们的吊挂 或者是我们在工作的时候职场上的时候 能够我们的预防治疗能够模拟 让我们的劳工在工作的时候非常的安全 县长林芝庙表示 职业灾害的发生往往都会让整个家庭破灭 甚至陷入经济困难 无论事业单位规模大小 工作时间长短 应该都要做好各项的防护 不仅劳工能得到保障 企业也能永续经营 所有的劳工朋友 你们辛苦了 在疫情这段期间 大家战战兢兢的 还是为国家为社会为家庭来付出奉献 所以今天一方面鼓励一方面感谢 所以劳工朋友 我们一起加油拼出宜蘭的好生活 宜蘭县意会由你们感到非常的光荣 提升县内公安知能 降低职业灾害 保障劳工安全 县长林芝庙也呼吁事业单位 只有安全的职业环境 才能让劳工安心工作 平安回家 平安新闻记者十四名 实习记者员 卓尔财宏部